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11月20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市追渣股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泰豐东方资本基金经理朱进民朱sir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朱sir 早上 今个星期无论港股或美股 我们应该有什么焦点要留意 今个星期港股这一边 还有少部分科学股未公布业绩 虽然上星期阿里巴巴公布拖累了个市场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科学股未公布 包括了焦点所在的美团和百度等等 所以在业绩期和期到月底的结算 大家是值得留意的 美国那边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所有数据 CPI都出现了 亦是看12月的议席声明 以及最重要的是点阵图的时候解说是如何 我们会期待12月的情况 对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的疑问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稍后朱sir会解答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的外围表现 经过周初大幅攀升之后 南建东美股上个星期五是高位整固 三大指数 反复弃下昏 道指曾经升82点 收市微升1点 报34947点 标指升5点 收报45144点 纳指升11点 收报14125点 美会指数跌穿104关 日元升0.7% 日央行行长暗示有意维持宽松政策 焦点美股 Tesla行政总裁马斯克 卷入股趋反犹太言论的船窝 Tesla股价一度跌了3% 收市到升0.3% 而Google跌超过1% Amazon升1.6% 另外服装商GAP的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夹高超过3成 招点中概股和ADR表现 马云澄清还未沽货 阿里巴巴美股比港股升大约3% 至算布75.63% 京东升大约2% 网易和百度升1.8% 腾讯至算布319.28 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 至于汇丰控股ADR偏强 接算布60.16比本港收市价升近2% 港交所升0.4% 今早上亚太区市况向好 其中日本和南韩市的升幅 都是大约0.4% 日经平均指数33733点 升148点 南韩市2481点 升11点 澳洲市升0.1% 新西兰市轻轻跌了不够一点 恒指黑期的情况 可能预示港股 待会高开 黑期升197点 先和朱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大家都很关注美股近期 终于好像强了 三大指数上星期 累積的升幅大约2% 都是在看美国通胀回落 经济数据差过预期 所以美股债息也是高位回落 现在是否冲景利率 见顶仍是市场主流呢 这个冲景是否可以令到 美股近日的升势 一直延续至至年底 近期我们看到有若干的经济数据 也开始有进一步降低的迹象 包括以下这几个例子 譬如我们看到在飞龙的数据 其实最近那个月 基本上大幅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还有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其实这个数据本身 是会修正之前的数据 我们看到公布了10月份的数据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之后 你见到最新更新8月或9月的数据 都是出述地按下去的 总之整个数据是有一个 所谓估单的迹象 我们就是说飞龙的数据 持了估单 是对于通胀整体的影响 或者联储局加息 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而我们也看到 例如是另外一个趋势 大家都是相对比较值得留意的 就是失业率果拍 因为我们说的是 美国最低的失业率 其实是压到到 N多年的低位 去到3.3% 这个3.3%的所谓的失业率 是说它持续加息 中断的时候 反而压了下去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随着不断的加息 可能经济开始真的有所降低 所以我们看到 失业率已经是由最低的3.3% 现在是超超地上升到3.9% 其实整个上升 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也预估如果说 失业率超超地 是一碰到4% 或者是突破4% 这个关口 其实这个降低的说法 就会非常之近乎肯定 和明显的 现在我们就是说 再加上 我们看到 近日的油界 也有相应的回调 这个 我们看到每次都是这样的 当打仗的 可能是初段的时候 那时候就将那些能源的价格 是超超超地上升 但是你看到是打到 可能中尾段的时候 其实那些资源的价格 是会回回 甚至是跌穿前面的低位 也不奇怪 这个 除了星期五 布兰特旗又是 又因为沙特又出声 然后是打弹以外 其实你看到油界 是曾经挤过 是自7月以来 起码5个月左右的所谓的低位 这个对于通胀的书会 也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在通胀数据里面 是相对比较横强的 是仍然得 譬如说是人工的升幅 或者是租金的升幅 以至就是说是二手车的价格 或者一部分的一些零售的数据 是相对比较强以外 其实大部分都开始跌倒了 那么变了 亦都市场 如果我们见到 在往后这些数据 我们在说强势 仍然强势的数据 都有跌倒的迹象 其实联储局 都基本上是摸着石头 就是人家只是跟数据做人 他在金浸里面 也不觉得有什么先知预测的能力 如果他摸着这些 全部枯打的石头 那理论上应该就很难 起码很难再加多 加特一次的利息 而这样的情况 亦都是在利率的期货里面 也充分地体现到 因为现在最新的 这一秒的利率期货 12月的加息情况是如何呢 他有90%多的基率是不加息 但是呢 他剩下的5-6%的基率 不是告诉你 是加息的 是剩下的5-6%的基率 告诉你 会减息的 就是现在反转了整件事 以来早 是吗?大家猜 减息的时期 我会觉得 在整体的市场 其实近期 对于利率相对比较乐观了 这个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美股好像升到 像洪水猛瘦那样 那个原因就是这样的 也可以理解的 是 但是如果美股现在 还有什么放心追货呢? 那我们就说 在美股来说 我觉得 在近期 如果你说 譬如说你一直是没有货的 那你如果是要硬追的话 那你可能是小住为之 因为我始终由来到 譬如说 我教学也是教美股的 我做股票也是做美股的 这个为主 这个老实说 所以我很明白 这个市场其实 有时候有些股票 它真的可以厉害到 不管你的Lestad 究竟是升还是跌 也好 它自己有自己的走势 譬如我们看到 Microsoft 近日来说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这个 它也不管市场 它自己 一直都上升 而且它最经典的 就是说 由14000多 其实跌到12600 你看到它的图表 它跌很少 其实 甚至是逆反应 这个 因为其实你看到 它近日的升势 就是连转向上升 它升的那一刻 不是由12600 开始上升 即使它跌到12600 那一刻 它自己都开始 跌上去 所以我们说 美股 始终 人们常常说牛熊市 其实我们在美股 有部份预告 我们不会有太大的 所谓整体股市 牛熊的概念 因为我们很害怕 市场是牛熊市 你自己的股 是本身结构成牛市 那我没有过 那我怎样 所以我们始终 一点点 我们始终 还是会持有的 当然 你说如果近日的市场 比较风高浪急 或者是 升到商量比较高 的情况之下 那善于运用期权 譬如说以小博大 或者是纯粹拿来收 期权金 我博它下方不跌穿 这个好过我屈都没有东西 这样 那其实灵活运用这些工具 始终来说 是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有些个别的股份 是真的强的 例如我都想说一下 今个星期 大家可能在美股的焦点 都会放业绩股 美股七红最后一只 就是NVIDIA 星期二收市之后 就会公布业绩 我先简单说一下 现在市场普遍 在估计多少 预期就是 第三季 NVIDIA 即是英伟达 营收就是160亿9千万美元 升1.7倍左右 每股盈利3.016美元 飙升10倍 其中 估计的数据中心收入 有望再创新高 预料升2.3倍 到127亿9千万美元 大家都看 业绩是否都要看着 地缘政治对未来的销售展望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新的芯片禁令 其实之前市场也传说 NVIDIA会推出三款 针对中国市场的AI高阶晶片产品 尤其是 尤其是 这次NVIDIA的业绩 又可不可以期望 它会有什么比较大的惊喜 因为之前的股价 大家都知道 就算调整过之后 很快又回到高位 首先 我们现在看到 最新的趋势角度 我们看到 即使有部分的投资者 可能会质疑 或者相对比较担心 就是说 这个AI的所谓 投资的热潮 会持续多久 那会不会说 中途有些公司 是发觉 头来头去都没有钱赚的 那我缩减的是所谓的投资 但是 变相 是令到 整件事 一枯下 一枯下 我们就说 对于英伟达 特别是Data Center 的不收入影响 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是 我们看到 至少到目前 现在这一刻 那个趋势 好像似乎都未完 那个订单 亦似乎 仍然相当地暢旺 那我们就说 无论的价 或者的量 都是完全可以支持 那我们也看到 一些比较龙头的 是所谓的AI 是所谓的 就是concept的 所谓的公司 其实我们开始 也可以应用到 这件事 开始是看到